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20堂商业思维进阶课 内容丰富 知识量巨大 以20位世界知名商业精英为切入点 涉及众多行业和牛人 让您开眼界 增智慧 作者是 环球人物新媒体中心 智力环球人物新媒体内容的生产 开发及衍生 推出了一系列优质原创内容 有文有解有态度 有声有色有腔调 十七乔治 索罗斯 乔治 索罗斯 直击要害 放手一搏 他是一位投资大师 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有人认为他冷酷无情 也有人胜赞他 充满智慧 他就是乔治 索罗斯 近半个世纪以来 投资界风云人物潮起潮落 其中只有两个人屹立不到 一个是沃伦 巴菲特 他的长期价值投资理论 近人皆知 另一个就是在全球资本市场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索罗斯 有趣的是 他们生于同年同月 都是1930年8月出生 索罗斯 比巴菲特 大18天 按照时髦的星座学推断 狮子座的索罗斯 和处女座的巴菲特 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投资道路 当然这只是玩笑 但事实上 相比起他是保守的巴菲特 索罗斯的确更加复杂 更加令人琢磨不定 他就像一个大冒险家 一生毁欲参半 他的生活和职业充满了争议 有些人将他神化 爱戴他 尊敬他 崇拜他 有些人恶意诋毁他 将他妖魔化 视他为撕咬金融市场的恶狼 甚至是威胁国家安全的人 英国金融时报 对索罗斯有一句评语 这位犹太人 很容易被人认为 是那种躲在幕后操纵 一切的国际金融家 在他将180亿美元 捐给名下开放社会基金会开始 他就成了众矢之地 连他的祖国匈牙利也在驱逐他 2018年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维克托获得连任后 持续向他施压 使索罗斯基金会 被迫迁往德国柏林 此前还强行关闭了 索罗斯支持的欧洲中央大学 动用国家资金 对索罗斯发起广告海报攻击 而俄罗斯也禁止索罗斯基金会 在其境内开展活动 甚至在索罗斯的第二祖国美国 也有人持续反对他 2017年9月 6万名美国人签名向总统特朗普请愿 希望白宫能够认定索罗斯为恐怖分子 剥夺其全部财产和资产 他也确实和很多国家的政权更迭 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比如 他曾募集大量资金 试图阻止小布什连任 2003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 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 土耳其国会修宪 埃及穆巴拉克下台 2013年乌克兰的动荡等 他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即使在恨索罗斯的人 也得承认 他似乎拥有控制市场的超级能力 某种商品或货币的市场价格 会随着他的言论上升或下跌 他绝对精明 能够捕捉到一切经济泡沫 他以平均每年32%的综合成长率 令华尔街同行望尘莫及 如果有人在1969年 索罗斯创立量子基金时 投资了1000美元 那么到2000年 这位投资者可以赚400万美元 同时 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一边攫取财富 一边通过基金会慷慨解囊 投入大量资金 只为实现社会梦想 超强定力 冷血战神的武器 巴菲特有句名言 贪婪和恐惧总是伴随我们左右 而索罗斯的成功之道 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战胜贪婪和恐惧 作为投资战场上的冷血战神 索罗斯最重要的武器就是 超强的判断力加定力 索罗斯是做空大师 他创造了很多金融衍生品 真正把做空变成了一种赚钱利器 直到今天 他做空英镑的历史还让人难忘 与英格兰银行的对攻惊心动魄 1992年 索罗斯狙击英镑的那场著名战役 在9月16日黑色星期三打响 索罗斯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 我们先看看这段历史 当天下午5点30分 此刻 椭圆形桌子后面 乔治 索罗斯将整个身子身陷在高背皮翼里 从33层的巨大玻璃窗往外俯瞰 映入眼帘的中央公园周围的场景 让人惊叹 正值下班高峰 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繁华异常 他末地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兴奋 乔治 索罗斯即将要下一笔金融史上大的赌注 他的心应该狂跳不已 他应该在地板上来回踱步 他应该神情紧张地力声呵斥 战战兢兢的下属们 但是 那不是索罗斯的作风 此刻 索罗斯的思绪在飞驰 但他只是平静地坐着 每当要进行风险很大的投资时 他总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我这样做对吗 我会一败涂地吗 办公室的一面墙上贴着一条醒目的标语 我生来一贫如洗 但绝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这句话便是索罗斯的人生准则 每逢大战之前 这句话总是会给他鼓舞 事实上 1992年的这一战 的确让索罗斯一举成名天下制 而索罗斯能发动这场狙击战 是有两个条件的 一是在过去的200年里 英镑一直是世界的关键货币 是英国强大的标志 英镑与黄金挂钩 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美元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 加上1929年的股市崩盘 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英国的力量 英国只能对英镑采取浮动制 放弃了金本位 后果是英镑的价格每天都在波动 另外还有一点 1979年 欧洲汇率机制建立 这是旨在建立统一欧洲货币 这个宏大项目的第一步 人们希望通过统一欧洲货币 稳定欧洲经济 削弱投机者的力量 说白了就是抱团 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国家 要把自己的货币 和那时最强劲的德国马克 定死在一个很小的汇率波动范围内 其实也就是 整个欧洲要涨一起涨 要跌一起跌 但索罗斯打赌 这是不可能的 欧洲汇率机制 不可能维持一个统一的立场 虽然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 是史上第一个央行 也是全球金融资产最多的金融机构之一 但当时英国经济下行 德国经济上行 德国马克在升值 英镑在贬值 英镑要紧盯马克 就意味着一个下行经济货币 要跟着上行经济货币来运行 索罗斯认为 这里有做空的最大空间 因为英镑的走向违反了经济规律 后来 索罗斯说 从1989年11月 柏林墙倒塌那一刻开始 他就意识到 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甚至 不需要看到现实发展 在他的头脑中 他已经想象到了 他的天才就在于 他会比其他人 更早地看到市场发展趋势 他遇见到这场风暴的来临 并毫不怀疑自己会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1992年6月开始 英国当时的首相约翰 梅杰 财政部长拉蒙特 英格兰银行 开始四处活动 不停地放出各种新闻 而索罗斯只是稳稳地坐在他 紧邻中央公园的办公室里 9月15日 他下了100亿美元的赌注做空英镑 然后享受了一份简单的晚餐 晚餐后 他就睡觉去了 16日 就是决定索罗斯命运的一天 他打赢了这场战争 英镑暴跌后 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后来这一天被称作黑色星期三 总体算下来 索罗斯在这一账中 挣了将近20亿美元 其中10亿来自直接聚集英镑 另外10亿是从意大利和瑞典货币 以及东京股市的混乱中获得的 也可能有人会说 100年里可能只有一个黑色星期三 索罗斯大赚是无可复制的 但很快 索罗斯就告诉人们 他的赚钱武器是头脑 而绝非运气 1997年 他袭击泰铢 甚至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马来西亚总理将索罗斯的攻击 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禁止他入境 并且向IMF和世界银行抗议 对冲击金的交易是不道德的 这一场大战 索罗斯的依据依旧是 他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 在东南亚一片歌舞升平的时候 他认准了这些国家已出现经济过热 存在严重的资产泡沫 所以他押注以太珠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货币 大幅度贬值 这一次索罗斯又赢了 正如索罗斯所说 他并不制造泡沫 他只是认清了泡沫 并加剧了泡沫的破裂而已 这整套操作是个组合拳 判断力和定力缺一不可 索罗斯对市场中的金子 有高度的敏感 他总能找到那些预示着大事件 即将发生的神秘信号 一旦找到这种信号 他就会紧盯不放 直到获得成功 而在现实中 普通投资者看对做不对的情况 却很常见 因为不自信 不冷静 市场的一点风吹草动 立刻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判断 不过话说回来 真要自信到索罗斯那种程度也不容易 他是个小时候 就认为自己像神一样的人 成年之后 他的冷静 也是做到了极致 不论投资大小 成败都不会如坐针毡 胸有积累 而面如平湖 就是这种境界吧 全阵出击 敢于重仓不保守 索罗斯制胜的第二个武器 是对市场判断正确的时候 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个机会 这其实和强大的自信 是相辅相成的 正是因为自信 在必要的时候 索罗斯才敢重仓出击 敢于全力以赴 大部分的投资经理 一旦增长达到30% 就会变得保守起来 但索罗斯敢 继续朝着100%的方向努力 索罗斯教会他手下的投资经理 很重要的一刻 当你对市场 判断正确的时候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个机会 后来成为他重要助手的 德鲁肯米勒 刚为量子基金工作不久 就做了美元 对德国马克的空头 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 索罗斯到办公室 和他讨论这桩交易 问他 你有多大仓位 10亿美元 德鲁肯米勒回答 你管这个叫仓位 索罗斯嘲笑道 他只是德鲁肯米勒 将仓位翻翻 样子基金因此大转 德鲁肯米勒 回忆起当年狙击英镑时的情景 他说了一通做空英镑的理由 信心满满 最后说 那么我们就逐步做空吧 索罗斯听完后觉得非常不解 这么看好为什么要逐步建立头寸 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索罗斯全力出击 索罗斯不止一次地指出 对于投资者来说 最大的错误不是太胆大 而是太保守 当他认为某个投资是正确的时候 他最喜欢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投这么少 这就是索罗斯的风格 直击要害 放手一搏 投资的世界 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 无论你的背景 学历 知识结构等 你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市场中搏杀 然而 这个资本市场也是残酷的 最终只有强者能活下来 索罗斯作为金融大鳄 靠的不是他的出生背景 更不是外在条件 他能有今天的成就 在于他强大的内心 在投资的世界中 他是真正的强者 劫后余生 胆量来自经历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索罗斯的经历 1930年 他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中产家庭 少年时代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 是1944年二战后期 索罗斯一家躲避纳粹追捕的大冒险 父亲为他们一家 总共安排了11个藏身的地方 对于父亲 索罗斯非常引以为傲 在那种不正常的情形下 父亲教会了他两条重要的生存原则 一 可以冒险 二 冒险的时候 不要孤注一掷 后来 在索罗斯的职业生涯中 他经常做出冒险之举 但他并不孤注一掷 而总是给自己留下东山再起的余地 在他17岁置身到伦敦的时候 他的钱少得可怜 孤身一人 但是他仍努力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明 索罗斯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 对自己说 现在的你已经跌到谷底了 这样的感觉不是很棒吗 因为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往上走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过投资经历的 又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心理活动 不管你怎么做分析 画多少图 还是会觉得投资就像制头子 制出一个好点数 全凭运气 投资远比制头子要复杂得多 说到索罗斯的成功 靠的是勇气 智慧 冷静 他综合了这些特质 最终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 索罗斯的犹太人身份 至今还在带给他某种不安 2018年以来 美国出现了针对索罗斯的阴谋论指控 一些共和党政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指责索罗斯为前往美国边境的中美洲移民提供资金 甚至特朗普也做出了这样的暗示 这也显示了反犹太主义正在欧洲和美国扩散 而就在三年前 索罗斯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发生冲突 当时 大批中东移民涌入中欧 欧尔班在采访中称索罗斯支持一切能削弱民族国家的事情 索罗斯的照片被印到公共汽车的地板上 遭到践踏 如今 他成为共和党的攻击靶子 一些竞选广告暗示他是控制华盛顿权力杠杆的人之一 埃莫瑞大学研究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利帕施塔特教授表示 索罗斯已成为21世纪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成为极端主义者针对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 索罗斯始终是不安的 也始终保持勇气 不带感情 投资赢家的根本法则 索罗斯依靠勇气 智慧 冷静的综合加持 在金融投资领域一起绝尘 他的成就是常人难以忘其项背的 1993年 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人 金融世界列出了那一年 全世界挣钱最多的人 除索罗斯外 前100名中 还有9个人是为索罗斯基金工作的 在这种光环的引导下 大量投资人在他身后一步一趋 希望能沾上一点他的魔力 能成为另一个索罗斯 但大部分人只看到了他的表面 所以也只能学到皮毛 斯莱特告诉我们 索罗斯真正强大的地方 第一 不在赚钱之时 而在亏钱之时 第二 决胜金融 在金融之外 很多知名的基金经理评价索罗斯时都说 索罗斯最令他们佩服的是有认错的勇气 在发生了最坏的结果之后 依然能够平静和理性的思考 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品质 也是索罗斯超越大部分人的地方 投资市场上永远充满不确定性 没有人只赚不赔 真正决定你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 走多快 看得恰恰是亏的时候 而对于那些经常打胜仗的人来讲 不偏执 不傲慢 对市场始终保有敬畏之心 就显得尤其可贵 这种人终将会从成功的投资者上升为伟大的投资家 索罗斯就是这样的人 他曾说 对于其他人 犯错是羞耻之源 对我而言 认识到我的错误是我感到自豪的事 一旦我们意识到不完美是人之常情 那么就不会因犯错而感到羞耻 而只是因为能及时纠正错误而感到羞耻 索罗斯可以用相当快的速度修正自己的意见 一点也不会觉得难堪 因为他知道坚持错误的几件只会消耗自己 有个叫吉恩 罗赞的交易员 曾经与索罗斯就股市行情争论了整整一个下午 索罗斯明确表示 对后市非常不看好 并且还用一套深思熟虑的理论来解释原因 仅仅几天后 市场猛涨 屡创新高 事实证明索罗斯是错误的 罗赞担心索罗斯建立的头寸可能赔钱 于是问他是否有所损失 不料索罗斯却说 我们大赚了一票 因为我听了你的意见 立刻改变了主意 建立了很大的多头头寸 索罗斯与其他投资者的区别就在于 他在投资一开始常常假设自己建立的投资仓位可能有错 而不是像很多人一样 假设自己是正确的 实际上 只有认识到自己可能犯错 才能够始终保持警觉 这就使得索罗斯总能比大多数人更为及时地发现错误并矫正错误 索罗斯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我真正地快乐来自发现了一个错误 可见 作为一名投资家 他的心理不仅仅是刚性的强大 更是具有令人佩服的柔韧性 他自己对此也很引以为豪 在和年轻助手交流投资心得时 他宣称 他的成功不是来自猜测正确 而是来自能够承认错误 1974年的一天 索罗斯正和一位朋友在打网球 这时电话响了 电话是东京的经纪人打来的 他告诉索罗斯 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 最终会导致下台 而日本对尼克松的丑闻反应非常糟糕 索罗斯在日本股市有大量持仓 他必须决定是保持现状还是退出 他的网球伙伴注意到 索罗斯额头上出现了痘大的汗珠 随后他当机立断 决定抛盘 一个明智的投资者必须很冷静 尽管自己钟爱的股票突然下跌 可能会让人难过 但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会更有用 索罗斯曾经告诫他的助手们 如果坚持错误 你所做的只能是想着它 也不能寐 而这个错误则会毫不客气地将你侵蚀殆尽 索罗斯是投资界的金句大王 在他的传记里 类似的景句随处可见 其中不少都值得抄写到小本子上 比如这句 如果投资很容易的话 那么可能人人都在做 实际上 这个工作要求有极大的自制力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要带有感情 全球视野 具备学者的头脑 索罗斯决胜金融 在金融之外 这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超越时代的全球视野 索罗斯身材矮小 满头灰发 带着厚厚的镜片 一只耳朵还挂着助听器 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匈牙利口音 这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欧洲大学里的教授 而不是金融市场的大鳄 而实际上 索罗斯也的确具有学者的头脑 他让自己的思维和视野横跨欧美 后来更发展到纵横全球 宏观地把世界各地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在时间和空间上预测大事件对未来的影响 一直是索罗斯的拿手本领 索罗斯进入投资这一行 是在20世纪50年代 那时的情形 同今天的贸易全球化相距甚远 要到很多年以后 美国投资者才认识到 原来还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赚钱 索罗斯是这方面的先驱 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他的助手德鲁肯米勒曾说 索罗斯领先时代至少35年 他自己也办事谦虚办事得意地回忆过 那时没有人知道欧洲证券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从对欧洲公司的一知半解中获益 那个时候的大多数美国交易员思想狭隘 既缺乏知识又缺乏勇气 他们只喜欢买卖美国公司的股票 因为他们可以叫出这些公司的名字 但索罗斯不是这样 他能说德语、法语等好几种欧洲语言 他在和同事们聊天的时候 总喜欢将话题从行业分析那样狭窄的领域 转到世界局势 不止一个他的同事对索罗斯的传记作者说 他喜欢谈论大话题 索罗斯可以从A点发生的事情 马上推论到B点的结果 但别人很难理解其中的逻辑 大家公认他是最优秀的宏观投资者 比如说他决定狙击英镑、狙击泰铢 都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得出的结论 管理庞大的投资基金 要取得良好的收益 对经济运行环境的宏观把握 是十分必要的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才能洞察市场中的变化 抓住趋势发展中的支点 比如在股票市场里寻找行情 索罗斯注重的 就不是一个公司下一季度的收入等 而是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 虽然他的很多合作伙伴 都得益于他的这种宏观思维 但大家也为此头疼不已 因为索罗斯不仅思考一些大问题 还喜欢用一些复杂的字眼 办公室的其他人 有时候需要查字典 才能弄明白 这些字眼究竟是什么意思 索罗斯很早就指出 人要具有国际视野 不能目光狭隘 局限异于 你必须知道 此地的一个事件 是如何影响到其他地方的 套用一句老话就是 当其他人只看到一棵树的时候 他看到了整片森林 善于交际 与金融界的领导者 为吴索罗斯能够在金融之外 决胜金融的第二个才能 可以总结为三个字 善交际 索罗斯最突出的一个特质 也是最能解释 他投资才能的特质 就是 他能与国际金融界的领导者们为伍 这类人不超过两千个 分散在世界各地 谈笑有红儒 往来吴白丁 说的就是索罗斯的朋友圈 他能在灿弱繁星的众多朋友中 找到合适的人 向他们了解世界各地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 他曾经在一天里 和一国首脑共进早餐 然后和另一国首脑共进晚餐 当然 这些领导人不会在席间透露 哪一天会贬值自己的货币 或者提高利率 尤其是不会对索罗斯透露 但索罗斯有个本领 能在近距离接触这些领导人的时候 感觉到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他能把谈话内容 储存在自己的记忆库里 以备他用 有不少人都认为 作为一名投资者 和正要门周旋是不得已而为之 投资人的正道是待在交易室里做分析 或者把全天的时间都用在和经纪人谈话上 可索罗斯不这样想 他明白待在交易室里的必要 但是他也看到了离开办公室的价值 不仅是与关键决策者吃饭 还可以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 当然不要说普通投资者了 就是大基金的经理 要请一个内阁总理来参加基金会的会议 那也几乎是难于上青天了 但索罗斯的这一才能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手握巨额财富 得以进入权贵的交际圈 还是因为他的善于交际尤其重要的是 他有本事从与各种高层人士的交际中 获取钱藏的刻意隐瞒的信息 从其他国际金融权威人士发表的看法 和他们的言谈中 辨别出市场的趋势 行动和节奏 1972年 索罗斯的一位熟人不经意间说道 根据商务部的一份未公开的报告 美国日益依赖于外国的能源 于是 索罗斯果断购入大量石油设备 煤矿公司的股票 一年后 阿拉伯国家实行原油禁运 他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利润 而另一方面 在私人生活中 索罗斯多年来 又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 他很少会和基金经理 还有华尔街的那些人成为私人朋友 1993年 他创建了开放社会研究所 索罗斯的人生哲学 就是开放的社会 自由的思想 他喜欢认识不同的人 了解不同人的生活 每年的新年前夕 索罗斯都会在纽约的公寓举办晚会 夏天则在他位于南安普顿的别墅里搞派对 对于索罗斯来说 这样的活动甚至比商业会议更加重要 他请的大都是政治家 哲学家 作家 诗人 艺术家 还有他的网球球友 他有意地把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化精英聚在一块 大家在一起交流 索罗斯常常觉得商业人士很乏味 而和知识分子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是当他们不是美国人的时候 他就感到格外愉快 这样的聚会 看似和挣钱没有任何关系 但实际上 对索罗斯来说这绝非单纯的娱乐休闲 这样的活动 能让他的头脑积极地转动 让他学到很多东西 在他进入日本市场前 他找专人学日语 向日本作家请教日本文学 还读了《川端康城的雪国》等好几本日本小说 再比如 他到俄罗斯投资前 他和很多人 辽托尔斯泰 契赫夫 到拉美之前 他会专门去认识拉美的艺术家 和他们谈马尔克斯 特别值得说的是 他来中国之前 特意请中国学者给他上课 学唐诗诵词 了解中国文化中的如是道 索罗斯得出的结论是 他最喜欢王阳明 因为王阳明是行动的哲学家 行动的哲学家 也许这最符合索罗斯对自己的定位 很多人对索罗斯充满了敬畏 这是自然的 因为他利用他的智慧和分析天赋 击败了几乎所有的同行 但是也有人表示怀疑 怎么有人能够通过看看公司报告 和人谈谈话 做些猜测就可以积累这么多财富 事实上 对索罗斯来说 积累财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早年更是如此 当被问及职业生涯中最让他满意的一刻时 索罗斯曾说 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 有的只是起起伏伏 他说过 他真心希望别人了解他成功的原因 让公众知道他是如何思考 如何工作的 人们可以相信 索罗斯不是侥幸成功的 他可以被效仿 内心强大 战胜挫折的关键 索罗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是敢于止损 那么 到底该如何正确理解止损 普通投资者怎么才能做到像索罗斯那样呢 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价格的波动性决定了止损常常会是错误的 事实上 在每次交易中 很多时候是搞不清该不该止损 如果止损对了 也许会窃喜 止损错了 则不仅会有资金减少的痛苦 更会有一种被愚弄的痛苦 心灵上的打击才是投资者最难以承受的痛苦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内 一般认为 人们在面对一个挫折时 其心路历程 首先是不相信 怀疑 其次是相信了 而在内心不肯承认 接下来是接受现实 并感到痛苦 最后才是改变自己和释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接受挫折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往往需要在心里挣扎许久 这是自我保护的正常反应 无可厚非 然而 索罗斯的高明就在于 他超越了这种正常反应 他做到了比一般人更快地承认 更快地放下 更快地改变 投资很多时候是心理战 我们最需要向索罗斯学习的 是练就强大的内心 索罗斯这个人物 角色之多面 思想之复杂 并非成功 财富这样简单的维度 所能定位的 在中国经济界 对其思想和观点 也相当重视 亚投行行长 时任中投公司监事长的金力群 曾在2012年专门撰文 这样评价他 索罗斯的思想和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 折射出现代国际 金融市场上的大玩家 对于资本主义和自由竞争的 复杂的看法 读懂他的书 明白他的思路 对于走出国门 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中国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刻 延伸阅读 一个碰巧成了投资家的 哲学家文章面 在很多人看来 索罗斯这个名字 就是对冲基金的代表 但实际上 索罗斯自己可不这么看 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他就声称自己像神灵 这确实很奇葩 对不对 放在普通人身上 一定会觉得这个孩子有妄想症 实际上 小时候的索罗斯 是个很正常的男孩 有不少朋友 热爱运动 行为举止和同龄男孩 别无二致 唯一的区别就是 有着强烈的救世主幻想 长大以后 索罗斯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哲学家 因为他认为只有哲学家 才能带给世界更长久的影响 他去华尔街淘金 仅仅是为了赚到足够多的学费而已 没想到最终却一发不可收拾 成了对冲基金巨头 即便如此 索罗斯依然自诩为哲学家 而不是金融家 这倒不是说索罗斯认为 金融投机不道德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投机行为辩解过 但赚钱这个事 不能带给他满足感 成就感 甚至带来的快乐度很有限 对于金钱世界 索罗斯始终像一个匆匆过客 而不是永久的居住者 索罗斯这一生 对他影响最大的是 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求学的阶段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教授 则是哲学家卡尔·波普教授 波普教授1951年写的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成了索罗斯理性生活的基础 波普把自己的智慧传给了初出茅庐的索罗斯 他鼓励这个年轻人去认真思考世界是如何运行和发展的 激发他去构架宏大的哲学方案 很多人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宇宙 人类是如何运行的 我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一般情况下 人们只会用片刻时间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然后继续生活 去关注那些更为实际的问题 谋生 养家 吃饭 穿衣 只有哲学家才会持之以恒地思考这些问题 而索罗斯就梦想能成为这样的人 索罗斯后来经常自嘲地说 他是个失败的哲学家 其实 在哲学这个领域 他也是成功的 因为他从这种哲学的思辨中 创立了关于投资市场如何运转的理论 这就是让索罗斯远远超越了普通投资家的反身理论 索罗斯认为 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运转缺乏了解 他们错误地认为世界是理性的 而在他看来 这个世界要比人们所认为的混乱得多 具体到投资市场 他的反身理论认为 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关系是这样的 投资者根据掌握的资讯和对市场的了解来做出判断 而他的行为又反过来影响 甚至改变了市场原来可能出现的走势 二者不断地相互影响 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 人们的认知决定了股票的价格 而由于人们认知的多变 非理性 所以市场总是在不断变动中 充满了不确定 所以最终赚钱的方法就在于 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变化的拐点 这听起来很高深 如果非要简单概括的话 那就是一句话 认识改变现实 现实又改变认识 在索罗斯看来 这适用于投资市场 也适用于这个世界 总之 能把从金融实践中提炼的理论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 这在金融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要知道 就算是格雷厄姆 巴菲特这些大牛 其思想的影响力 也只是在经济界和金融界 上升成哲学体系的 仅索罗斯一人 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股价的波动 这让索罗斯得以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 去看市场全局 也让他成了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 对这一点 索罗斯自己不无谦虚地说过 凡是一个学金融的人 如果能够读哲学 读文学 肯定比纯粹 学金融的学者更有出息 1979年 索罗斯将他的基金公司命名为量子基金 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的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 实际上 他还有私心 他是想以此来告知世人 这一理论正好和他的金融理论 也和他的哲学思想吻合 世界是难以推断的 1987年 他写出了那本著名的金融链金术 非常灰色难懂 他的助手詹姆斯 马克思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绝对是个催眠的好东西 事实上 索罗斯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给大家提供挣钱的方法和诀窍 他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 向读者解释 他的金融理论如何成为更大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通论中的一部分 但这本书实在太难读了 因此 索罗斯的目的根本就没有达到 这个艰深的理论甚至吓跑了他的一批追随者 但索罗斯并不气馁 在金融链金术之后 他又写了走在股市曲线之前超越指数金融市场兴犯市等书 认真的向世人解释他的理论 关于金融的理论 还有关于知识的理论 历史的理论 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希望成为一名认真的哲学家 而不是一个有钱人 在他的朋友以及合伙人看来 金钱从来都不是索罗斯前进的动力 他的志友拜伦 维恩曾说 如果再赚十亿美元 也不会让索罗斯感到多么快乐 他赚到第一个十亿美元时 就没有很快乐 索罗斯永远不满足于 做一个简单的 有钱有闲的人 其实 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富豪都是这样的 他们不再渴望拥有悠闲的生活 不知疲倦的工作 反倒成了象征他们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索罗斯又加了一条 那就是对智慧生活的追求 索罗斯说 你每天都去上班 我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去 但在那一天我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你每天都去上班 每天对你来说就没有不同的地方 你不会意识到什么才是特别的一天 他还说过 最让我烦恼的就是 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成功而崇拜成功 而不去尊重所谓的内在价值 过去成为道德或对真理的追求 专家点评 把活下去看得高于一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曲强在世界金融领域 可能没有一个人像金融大鳄索罗斯这样如此饱受争议 他一生运作投机资金 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 翻江倒海 刮去了许多国家的财富 长期稳坐对冲基金的头把交易 另外 他对经济的深刻洞察 和庞大的慈善事业 又让他声名远扬 索罗斯曾经是一名犹太难民的孩子 幼年时躲过了二战浩劫的他 有着强烈的生存本能 在投资中也把活下去看得高于一切 索罗斯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修哲学 但是 他的务实主义作风 让他随后开始学习和从事经济金融 他对经济学中习以为常的完美市场 自由竞争和完美信息假说 有着很大的不满 更倾心于卡尔 波普的哲学思想 后者认为 完美信息假说是不可能的 人类总是基于有限的信息做出决策 也就是说 认知和现实之间是有矛盾的 这深刻影响了索罗斯 基于这一思想 索罗斯提出了反身理论 他认为 市场参与者的思维和市场情形 彼此无法独立 它们相互影响 投资者的认知还会随着参与程度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 市场参与者无法掌握所有的信息 他们会基于有限的信息做出决策 而这些决策 会影响到由千千万万个市场参与者组成的市场 举个例子 如果有风声 某家银行出了问题 虽然银行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大事 但一部分人听信了这个消息 开始挤兑 这样的行为会引发更多人的挤兑 最终到真有可能导致银行倒闭 有了理论 索罗斯就开始应用 并最终成了这一理论最成功的执行者 最著名的 就是20世纪90年代 两场由他主导的货币狙击战 1992年 索罗斯狙击英镑 令英镑疯狂贬值 直接导致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他本人则从中获利20亿美元 短短6年后 他再次出手 开始狙击过热的东南亚市场和泰铢 结果是 泰铢和泰国股市一路暴跌 他自己则大胜而归 与异国政府正面交锋 不仅需要敏锐的洞察力 还需要异于常人的勇气 如果当时各国政府成功自保 索罗斯很有可能万劫不复 这充分显示了索罗斯身上的赌徒气质 索罗斯身上有两个特质十分出众 第一 看准了就敢重仓出击 全力豪赌 当年阻击英镑的时候 同伴德鲁肯说了一通坚定看空英镑的理由 最后说 我们就逐步做空吧 索罗斯觉得不解 这么看好 为什么要逐步做 应该全力出击 在看到一个大机会在面前 他敢于放手一搏 有很强的执行力 第二 他勇于承认错误 当年 有朋友提示 索罗斯美股有风险 但他不以为然 认定自己的判断 坚持做多美股 做空日本 结果 1987年的美股黑色星期一 让索罗斯受到重创 那一周 他的量子基金 从盈利60% 变成亏损10% 对于任何人来说 这样的结果都足以击溃其信心 但索罗斯没有倒下 休整之后 他承认错误 迅速反手做空 那一年 基金还是实现了盈利 在发生了最坏的结果之后 依然能够平静和理性地思考 这种特质 令索罗斯超越许多投资人 索罗斯也有矛盾的一面 他很长时间以来都性格冷淡 信奉强者生存 他的所有成就 都源自他强大的内心 但另一方面 他又是伟大的慈善家 他喜欢政治 交际广泛 却又性格孤僻 他的一生充满矛盾 充满个性 起于乱世 而归于宁静 起于哲学 成于投资 而最后又归于哲学 所以 他的成功虽然难以复制 但其中的精髓 却值得多多借鉴 十七乔治 索罗斯 直击要害 放手一搏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十八顺正义 一手烂牌 也能打成首富 稍后 难以 四人 没有 二人 三人 感谢观看